凯蒂猫错了吗 老师遭要求测粉红圣诞树 上周五 美国缅医州一位高中老师 遭到要求测下一颗装饰豪Kitty的粉红耶诞树 并且不准在他的教室里布置任何宗教图案 上周三 班格尔高中数学老师凯撒雷银戈登 在教室里放了一颗32寸高的圣诞树 过去30年间 戈登负责为学校圣诞布置 而且没有任何人对他的布置提出抱怨过 但是在今年 校长发了一封邮件给他 告诉他因为法规改变 要求测下那颗Hello Kiki的圣诞树 戈登对学校的决定感到不满 并在脸书上发布这个故事 并造成众多回响 就在周二 校方决定收回规定 于是戈登又可以放他粉红色Hello Kiki圣诞树了 校长在改变决策的声明书中称 粉红色Hello Kiki圣诞树象征 庆祝普世节庆 你怎么看呢 学校是不是有点太过正义魔人了啊 还是粉红色Hello Kiki圣诞树 对某些学生来说 是不是有点太超过了呢 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吧